41岁的被告拿听司理Solay Kim 今天早上10点在警方的押送下抵达北海法庭 大批媒体一早就在法庭外等候 被告神情淡定 他在法庭上面控时也一脸冷静 并否认有罪 地庭法官诺哈雅迪在听取双方的辩词后 允许被告以2万令吉和两名担保人保外 则定案件在12月20号过堂 控状指Solay Kim在2015年6月19号和2015年9月1号 没有根据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第49支一条文发出的通知书 向布城反贪会总部申报2010年1月1号 到2015年4月30号的财产 因此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第49支三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不超过300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副检察司诺阿西金原本向法官建议 以5万令吉的保释金外加两名担保人 同时被告的护照必须交由法庭保管的条件 让被告保外 不过却遭到被告的辩护律师拿督加急心反驳 认为有关的数额并不合理 加上基于被告必须回到新加坡照顾4名年幼的孩子 因此扣押护照并不妥当 法官最终允许被告在无需交出护照的情况下交保 MTV7冰城采访我到